我之前设计的这个新手一看就会 而且除了绿材绿棉 你不用多花一分钱 被十多万人观看近2000人收藏的 小米浴缸过滤升级大改造方案 效果到底怎么样 哈喽大家好 这里是你的闺蜜小江 上次出完了这个视频以后呢 已经有很多朋友按照我这个方案改造了 当然也有很多人提出了质疑 这个过滤升级改造完 我已经使用了近两个月的时间 所以这一期就结合 大家提出比较多的质疑来回答一下 这个过滤使用的情况到底怎么样 那还有很多朋友抄作业的时候 问我这些绿材和绿棉到底要买几份 这个问题呢 我最后也回来说一下 那如果你觉得这期视频对你有帮助 记得收藏点赞加关注哦 有的人质疑说你这过滤这么弄 效果肯定不行 OK那我们来看一下吧 我这里面呢 养了一只贝甲7厘米的黑化长颈龟 两到三天喂一次 期间没有进行大规模的换水 只是往里面添水 说出来你可能不相信 在这期间我连绿棉都没有换过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水还是非常清澈的 而且我不会用管子去吸 龟岗底部的食物残渣和粪便 我们现在可以看到 有一些残渣 但是不多 龟龟的状态也非常的好 没有出现腐皮腐甲这样的问题 我们都知道 如果水质不好的话 乌龟肯定会腐皮的 我养龟尚且如此 如果你养的是一些小型的观赏鱼的话 我觉得更不会有问题 还有人质疑说你这么弄 绿棉肯定躲 水泵的吸力会越来越小 那到底躲没躲 水泵的吸力会不会变小 我们直接来看出水量的对比就知道了 如你所见 水泵同样是开到三道 我觉得区别不大 反正肯定没堵 还有人说水流走向 根本就不会按你说的来 绿棉根本不可能完全拦截 那有这种质疑的朋友呢 他认为食物的残渣和粪便 被水泵吸进了以后 它会越过地道物理拦截 然后呢 直接冲向这个绿材区 所以说呢 肯定会把绿材区弄得很脏 所以这些没有被绿棉拦截住的 食物残渣和粪便 就会被水泵再吸回缸里面去 那对于这个问题呢 我也很好奇 所以呢 我准备再把它拆开 之前还有朋友说 这个拆开好费劲 其实不费劲啊 你只要把它一提就提起来了 非常简单 还有朋友担心 我的这种改造方式 会不会换绿棉很困难 也不是啊 你看这个绿棉 你只要给它提起来 洗干净 再给它塞回去就行了 好的 那怀着好奇的心 我把这个盖子给打开了 好 那么来看一下 刚才质疑的那个问题 如果第一道物理拦截 真的拦截不住的话 食物的残渣和粪便 确实会冲向绿材区 也会让第二道和第三道 物理拦截更加的脏 好 那么来看一下 这个第二道物理拦截的绿棉 它其实呢 并不脏 而这绿材呢 看起来也是干干净净的 上面并没有残留的食物 残渣和粪便 好 那么来看一下 最后一道物理拦截的绿棉 我们可以看到 也是很干净的 我再把这个水泵 也拆开给大家看一下 水泵里面的这个绿棉呢 也没有食物的残渣和粪便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水泵的进水口这里 可以看到 也是很干净的哦 那根据以上的这些情况呢 可以说明 我的这个设计方案呢 其实在第一道物理拦截的时候 绿棉已经把食物的残渣和粪便 进行了有效的拦截 而且呢 水流的走向 也基本上和我预计的走向是一样的 这个绿棉放置的位置是合理的 行 那我们就换一块新的绿棉 把这个绿棉呢 裁剪成大小合适的形状 然后呢 给它放到这个里面就可以了 OK 盖好盖子 把它重新放回去 最后呢 我们再来说一下 按我这种改造的方式 绿材和绿棉 你到底买多少够 这里面主要用的呢 就是细菌屋 这个细菌屋呢 买一份就够 还能剩下个四五根 然后剩下的呢 放不下一根细菌屋 但是呢 还有空隙的那个地方 你就可以选择一些 纳米球啊 陶瓷环啊 实际球啊 都可以 这些呢 只要买一份就可以了 如果你家里还有剩的这种小绿材 那你都买都不用买了 那绿棉呢 不像绿材 它是一个快速的消耗品 不过呢 我觉得刚开始 你也买一份就可以了 好了 这期视频就到这里吧 希望对你有帮助 我们下期再见咯